今天的政治焦點我們先來看的是 總統馬英九的競選連任辦公室 今天上午正式成立 在今天的記者會上安排了 青年級生表演台灣加油舞 也有安排了六七年級的 競選幹部的新面孔 要展現馬團隊世代交替的氣勢 而競選辦公室也宣布了 這一次的重要幹部 都是2008年勝選的老班底 而馬總統今天也強調 執政三年來改變已經發生 改革不能夠停頓 所以絕對不能夠走回頭路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台灣加油站 台灣一定站 高喊口號 總統馬英九競選連任辦公室 台灣加油站十二號正式成立 會中特別找來了台灣讚妹團 搶攻年輕的族群 除了青年團 還有藍炎執政縣市的首長 來加油打氣 台中力挺馬英九 繁榮進步一定有 而這場馬競選辦公室成立大會上 備受矚目的就是十位榮譽團長 一字排開都是國務黨副主席 以及馬競選團隊的老班底 低調排在人群之後的執行長金普聰 則是負責這次重要選戰的操盤手 馬總統在競選辦公室成立談話中 強調三年來台灣已經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馬辦成立的記者會看到了許多六七年級競選幹部的心面孔 讓外界感受到團隊跨世代初級的氣勢 而未來辦公室轉型為競選總部時 馬陣營將力邀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 吳伯雄以及立法院長王金平等人加入 扮演重要的服選角色 記者凌選林志堅台北報導